瑞穗香今年度文旦幼评鉴比赛是圆满的落幕 而以往都由农会三巨头亲自贴红榜来庆贺 今年度是由县长徐真卫亲自登门 为每一位拿下文旦幼评鉴比赛金牌奖的农户 来贴金牌红榜庆贺 而农民也相当惊喜 更感到无比的荣耀 编票生夹带着功课生来恭喜今年新出炉的文旦幼金牌奖得主 不过这一次除了是农会三巨头道府贴红榜亲贺 县长许正卫与县府农业处等人也都亲自登门恭喜 更让文旦幼评金又喜也无比荣耀 文旦幼赞赞赞 县长许正卫逐户登门贴红榜亲贺之余 也如鉴赏家一般 所到之处也不忘品尝每家金牌奖的柚子 细细品尝每一口贺钢文旦幼的好滋味 吃到占不绝口 来来来 大家试一下 这对面超贵的 刚刚这也是18度 花莲文旦幼评鉴比赛圆满落幕 而今天一整个下午跟整农会三巨头 逐户到每一户获得评鉴金牌奖得主的农民家中贴榜亲贺 县长许正卫说 一路品尝文旦幼也检测糖度平均都在15度以上 品质风味绝佳 也让今年文旦幼整体销售速度直线上升 有赖于第一个农友田间管理 还有农友的悉心照顾 那也今年的天后 日照也够 水量正好符合我们文旦幼的需求 所以今年每一颗几几乎都15度以上 而且酸甜恰达好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黄金比例 真的 而且现在到每一个地方去 几几乎它的仓库几几乎都已经销售一空 而且现在还在抢购中 距离中秋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瑞穗赫钢文旦幼专区不仅是国内外销市场也来抢货 想要品尝酸甜风味黄金比例的瑞穗文旦幼的消费者 动作可得要快了 记者时遇澜瑞瑞穗采访报导